小大人 送我们小大人一个礼物 猪 猪 兔子 这怎么是猪啊 这么大的耳朵 我送你这个呢 我就是想着 我开始实习的时候 每天压力都很大 就会否定自己 所以我希望你 能够不要紧你之前 你能够开开心心 顺顺利利的 我本来今天下班 都觉得很累很累 但是看到你之后 我就好像充满电了一样 我也要充电 昨晚睡了好吗 你 衣服没换 面色疲惫 所以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我们不是都说过晚安了 你怎么突然给我这个啊 卡里面有五千块 就是想跟你说 我可以对你好 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好 真的 我可是要靠你的 有你在 还有什么必要 在自己身上留钱 所以 老板 有什么吩咐 你 你回宿舍了 我快要到宿舍了 怎么了 你这个研究生男朋友 怎么跟段佳许的家务 长得一模一样 哦 那个 大重年你知道吗 就是会 长得比较像 你是真把你哥当傻子 是吗